李泰尼跟教掌 謝謝老師 我還預計的開始方式 不要像來管音樂一樣 反正大家就坐著或是躺在地上 讓大家比較輕鬆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這個演講感覺這麼緊張 其實我從來沒有在演講的時候緊張過 不然為什麼今天這麼緊張 我先提一下就是 我是比較務實的人 所以其實我一直覺得 既然要交就一定要扛啦 所以我在各式各樣的場合反應說 反正他只要維修就一定要扛 在實務上面才有可能成為 原來我們理想上面系統推的東西 因為其實你是用達到每個人的身上 希望每個學生都真正受益 必須要在制度面上面好好配合 我覺得那才是真正實務上面的做法 不要說打高空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先回到我自己的理想 所以待會我要報告的東西 其實完全不是學術研究 什麼什麼多厲害的東西 我完全是江湖派陳玉琳觀點 就讓大家講 一起來跟我一起分享我的經驗 我先談一下我在國中任教超過十幾年 所以大概是我這十幾年來的感受跟體驗 所以都因為他不見得學術研究 可是我的確是有這樣的累計跟統計結果 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大家知道學術研究也是部分 要看那個期刊他們想要朝什麼樣的話題 別人投來的東西 那些數據有沒有被經過某些程度的美化 或者是他有沒有可能被想著某個角度 為了迎合某個思潮 才做那些研究 很多時候他並沒有辦法把我們真的學術食物當中 需要的東西給拿出來 所以其實那些東西不見得 就真的適合台灣來使用 所以我這是從台灣得到的結果 先跟各位談一下 我要談到大家有這幾個topping 所以主要是跟各位分享一下這些東西 就是我一般做這些事情的意見 幹嘛 先第一個是 我為什麼要做 或者我為什麼認識為 看就以實作非常重要 第一個事情是先從學生來講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真正要學會東西 其實是 需要先考慮學生 我們到底其實希望學生變成什麼樣子 就是 我們要用多元智慧講話去想 所以我們應該要試盡洋才 我必須要先考慮學生到底是什麼樣子 你要說我自己考慮學生 我以為為自己考慮學生 謝謝 我以為為 好 其實我們是必須要先了解學生 可是我其實可以話說回來 因為路過一個角度來講 當我們在實施一個課程的時候 最主要目的其實也是希望能夠了解學生 所以說學生他其實是一個 很難理解的一個物理系統 我們需要利用各式各樣的方法來兩側他 才能真正知道他的物理系統 真正內涵是什麼 所以於是 我們要用盡各式各樣的教學方法來給他 比如說我們先測量看看 發現他是個高等有機體 他可能質量大 但是有的人可能質量小 但是我的這個target可能是質量大 他有可能位置測不到 因為學生其實很活潑 他實際上很難測 運動速度快或慢不一定 你會發現 我們對他有那麼多的量測結果 仍然不瞭解他中間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即使是我們都已經實施過那麼多課程 所以我們其實做那麼多課程設計 主要目標 其中一條實際上是為了要試盡洋才 所以我在這個角度來思考 大家可以想一下 完全不想要原來進行 因為這四個條件 其實是金正恩 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課程的原因 事實上是因為 我們的學生客戶 他們來自不一樣的環境跟條件 每個孩子來學校的目的都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需要利用各式各樣的課程 多元化的形式來發掘他們的人生 或是真的找到他來學校的意義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就我在國中體驗特別特別的事 這裡要跟各位再來分享一個這樣的事情 就是本來應該到得走了 不過我那個動畫沒有做 我對數學跟自然的想像是長成這兩個樹 數學跟自然如果要在地面上面長一樣高的樹 他們根基的深度是其實應該是不需要一樣 因為你會發現數學它的self consistency 就是它自己的內在邏輯比較強 所以其實它不需要那麼深的根 但是自然科因為它需要配合到整個自然界的 所有現實的發展情況 或是它真正實物上面上帝要排的規則 所以它其實我們需要知道的事情 遠遠比數學所需要的根基更遠一點點 或是更深一點點 再用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 大家如果知道過奧林比亞的學生應該都了解 數奧的學生天分的比例遠遠高於物奧參加的學生 就是物理奧林比亞其實是可以訓練的 但數學奧林比亞要訓練的程度其實非常非常不容易 我的學生拿到歐傲金牌 可是他們其實在數學奧林比亞的訓練裡 就會傷掉的機會想太高太高太高 最後發現其實數學才是真正跟天分比較有關係 自然科學還是要真正配合自然界的發展進行 或是真正的實際切換 我為什麼要特別研究這件事情 第一個當然是先針對這個人來的 就是Wolfgang Pauli Pauli是一個極度傑奧如遜的人 他曾經在伊斯坦的演講結束以後 自己跑到前面拿著板插 把伊斯坦的所有東西擦掉以後 直接講一派胡言 就走掉了 事實上是因為他成名很早 主要事實上是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狂 他就講過這句話 讓我覺得非常不開心 Solid state physics is dirty physics 所以說 研究困害物理的人 就是你們研究是很骯髒物理 我們覺得一點美感都沒有 你們研究的東西實在太骯髒了 就是那些牽涉系統跟牽涉條件 我們覺得沒有辦法 把美化到一定的程度 簡潔到一個程度 所以那時候一直想要反駁他 可是我也沒辦法反駁他 他才太聰明 而且我會找到什麼證據 另外一個傢伙是迪拉克先生 迪拉克講得更誇張 他研究完他的東西以後 最後講說 我迪拉克方程師弄完 結局就是 剩下的全部都是化學 跟物理要無關 這講得太狠了 我真的莫名其妙 那時候我突然想 那我們念物理要幹嘛 應該直接教你化學家來做就好了 所以這兩個人給我很大的啟發 所以我終於有很大的 motivation 要去看看 到底我們有沒有什麼樣的話來反駁他 終於 找到了這篇文章 1972年science 我們的祖師爺 P.W. Anderson寫過這篇文章 他被塞超過 兩千四萬多次 他這篇文章的 名字叫more is different 意思是說 我們從這裡開始來講 對稱破缺跟科學成績的結構 這個看了一點都不覺得有什麼 啟發性 可是這個地方很重要 那最後在文章結束之前提到這句話 他講說馬克思 就是各位想像那個馬克思 他講說 兩變會帶來質變 意思是說兩顆原子的交互作用結果 跟一百萬顆原子的交互作用結果 完全是兩回事情 換句話講 他就完完全全不同的兩個領域 下面這個地方把它講更清楚一點點 上面那句話就是 他講什麼科學成績的 broken symmetry 就是它的對稱破缺的第一 就是講說每個成績都要求到全新的物理概念 換句話講 不同的交互作用對象 或是不同多的那些原子數目 其實應該要有不一樣的物理層級 或不一樣的物理概念 換句話講應該是全新的領域才對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把所有學科領域 排成這張圖來看 最底層當然是 對不起 最底層我把它放在最上面 因為一般人認為它最簡潔最乾淨了 所以數學 再來粒子天文物理 再來是靈態物理 所以事實上他們根本就不同的層級 換句話講根本就不是同一個領域的人 所以我終於找到了我自己的救贖 發現營造靈態物理 一輩子也不是應該要被別人嘲笑 我不是剛剛怕被人搞不清狀況 接下來就是再多一點點就變化學 所以物理學家也不能去鄙視化學家 他們做這些事情 這個地方再更遠遠來到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有心理學跟社會科學出現 我將後來其實有更仔細討論這件事情 不過我要跟各位講的是 為什麼要做探究與實作 跟這裡有密切關係 因為你會發現真實世界的情況 很有可能根本不是一個物理系的教授 有辦法來解釋或告訴你 所以你就是告訴一個學生說 我現在把這個水從這地方倒下 他下一課那些水滴會怎麼分布 我可以想像每一個物理系教授 都沒有辦法告訴你答案是什麼 因為他真正是必須要有實作 在這樣的教護作用系統底下 真正的專家是誰 就是真理研究他的那群人才是真正的專家 而不是站在台上的物理老師 更不是自認為是物理大部的那一大堆 世界有名的諾貝爾獎得主 所以這個地方就告訴我們說 為什麼我覺得它具有實作非常重要 第一個概念從這個地方起頭 所以就從這個地方開始 讓我自己得到救贖 我覺得即使是教一個小學生或國中生 很仔細的把一個實作做出來 知道很有可能都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領域 所以我常常去評科展的時候 告訴那個學生說 你就這個領域當中世界的巧處 因為沒有人比你更了解這個系統 而且沒有任何一個物理學家可以講 你的東西是錯的 因為他也沒有做過這個實驗 這地方就是開始要談我的信仰 這所以才講說 非典型跟江湖帕就是這地方 孔恩應該大家其實都很熟 你如果喜歡讀科學哲學 有的人是他的信徒 我是他的信徒 有的人不是 不過我要先談一下 先請你follow一下我的想法 不過這裡還是要稍微再講一下 我其實要談的是探究與實作 可謂用認知 不是用認知學派的方法來勾搭 我現在用行為學派 主要是因為時間太短 我就只好用這樣的藉口來跟大家談 不過照理說應該要有探究精神 從這裡要看的是 科學革命的結構告訴我們說 大自然並沒有改變 改變的是我們觀察自然的方法 意思是說 科學在進行革命的時候 是完全都是用點半轉移的方法 換句話講應該是這樣 科學來真正進行革命 並不是一個線性成長 不是說今天這個科學家去像挖礦工一樣 他今天挖了多少知識出來 明天再有更多人挖了更多知識 但線性發展 終於有一天發現新的東西出現 其實不是 他發現科學真正革命的本質 是好像都是突然間像災難型的發生一樣 就今天突然間爆發性的 有人發現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把先前別人的發現幾乎是完全全已經半否定掉的那樣的結果 所以事實上他在告訴我們說 科學發展本質其實是這樣 並不是大家想像的線性累積 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就必須要去了解 我們去觀察自然的不同角度 都會影響到最後科學的發展 所以事實上是後面這張圖會看得更清楚 我這裡這個圖片會這樣放的原因 是因為這樣 所有的科學家跟他都一樣 就是一個訓練有素的旺旺 真正限制他們的人是誰就是典範 教科書裡面給我們那些教條就是他們的典範 他們戴有色眼鏡就是典範 所以很有可能就限縮了學生的發展 限縮老師的思想 課本就是這樣的教條 可是我們如果可以換到真正現實的和舊與實作 真實的 真實自然界發生的情況 其實完全全跟課本裡面寫的很有可能是完全不一樣 學生必須要練習去看真實的實驗結果 而不是一直不斷的利用教條來看世界 這樣他們就會失去科學革命的那個契機 所以這為是我信仰他的原因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教練 一直不斷的要提醒老師 其實科學革命需要的是 一直不斷的轉換角度來看世界 這個地方就是所謂的典範 所有人在看他的時候都會有一種習慣 就是一般學生看他的時候都會覺得 他是一張朝向這個方向的照片 可是實際上你仔細看一看 你會發現他其實根本就是一張朝向 各位這個正的方向的照片 只是我們用了一個非常trick的方法 直接把這地方裁成了一個臉色的一樣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人類視覺的一個典範 或是我們原來習慣寄聽看世界的方法 所以事實上是 就是因為這樣才表示說 一個訓練有數字的壓 他更有可能會陷入到 看實驗數據最後達不到我們要有目的的 那個科學當中 可是學生他必須要從很小的時候開始訓練 開始不斷的去看真實數據 來讓自己大男能夠跳脫這些典範的限制 這地方當然是更明顯的一個例子 就是高能理學家看到他 跟一般領域的人看到他其實心情都講 因為我不是你研究高能的 所以我一看就一點sense都沒有 可是學高能的人他們只要一看到 然後立刻一條軌跡跳的時候 這是什麼例子 跟哪個例子 有哪一個intention 不信的話你看 這個是我學弟幫我trace的這張圖 他就講說你看啊 這就是一個什麼鋼啊 負啊 然後這就是什麼交互作用 什麼這些 全聽不懂他還講什麼東西啊 可是 有時候 有時候 這樣的圖 如果被高能物理學家一直不斷的 非常非常主觀的來看成 剛剛這張軌跡圖 很有可能就沒有新的物理發生 這些可能大家都可以回溯到 錯養成真正被發現的那件事情 錯養成被誤認十年 就是因為他們對數據有一個非常非常 習以為常的錯誤認知 所以最後導致他們玩了十年 才把那個數據重新掉回來發現 因為在十年前 我們就應該發現但是沒有發現 我想這東西就是要提醒各位 湯舊以實作真實數據或真實的東西 真正實作出來的結果 才有可能是幫助學生真正進步 並且換一個角度來思考世界的一個 非常有幫助的內容 這地方 再跟各位再複習一下 不過這其實是我的信仰 我喜歡做湯舊以實作當然要先用 皮亞傑克的講起 就是他講說 知識是靠學生學習者自己建構 並不是靠我灌輸給他 不過現在就做了一個最差的示範 就是我一直不斷要灌輸我的講法 但是因為實在是時間太短了 只要用一個excuse來講 我事實上是主師爺講的話 還是很有道理 而且我覺得其實是非常非常有用 就是說 我一直是這個東西的信徒 因為我覺得 老師在台上講再久 講再心慘 你邊再多笑話等於學生 其實還不如他真的實際上 真的自己想通那個東西 這才是真正有效的學習 包含政治人物其實也是 這個地方是 再跟各位談到 然後我們剛剛談的那個問題 多元智慧的情況 就是我們替學生 就他們來到班上 我們其實安排這麼多活動給他 主要目的其實真的是要 替學生找到自己的天空 跟替他們開了自己一散窗 我為什麼要第一個放他 是因為他就是數學高校 他兩次考自由班 都以數學滿分考上 非常厲害 但是他是一個做化學實驗 可以把所有東西都加在一起 因為他 他模仲入學自由班的考試 是我先考的 那個東西考的是 反應速率 他就直接做 因為紅蘿蔔我們把它切塊 然後最後把它加 H2O2 然後讓他可以測他的反應速率 他就因為他才很不行 他就把所有東西都倒在一起 就完全跟我們就一直對著我賞笑 我想說這家伙應該就沒有希望了 就沒想到他竟然考上 數學滿分 考高中 建中科學班 他照樣數學滿分考上 所以人其實有很多不一樣的才能 在很多面上面 他現在一樣不得很好 教大接受教育 所以事實上 我覺得學生給我非常非常多的啟發 就讓我真的覺得他們 一個都不能被等待 我們必須要想盡辦法 用各式各樣的方法 來領導他們 讓他們走到自己應該走的角度 這個人是 兩面精彩 現在你也找到醫科 他其實也是一樣 他當年為什麼在奧林匹亞 原因是因為他老師把燒杯給打破 所以 在奧林匹亞 因為他顯然看起來理論 稍微比較有興趣一點點 所以他後來拿了兩面精排 最後去了台南醫科 那這個孩子是 他有非常非常強有力的心臟 跟非常多的做實驗的耐性 他雖然其實真的功課也不是非常好 但後來是念建中指 他做實驗真的是 他可以一進實驗室做18小時 他都不會放棄 他做實驗永遠都閉著眼睛做實驗 他不知道怎麼樣去比較對照組跟實驗器 他也不知道應該要怎麼樣去控制背影 但是他可以做一大堆數據 但是完全沒有任何效果 所以他需要更進一步的另外其他的指導 我覺得學營真的是有各式各樣的典型 另外那個也是兩面精排 他其實也是一個理論專家 可是他事實上實驗完全不行 他連調眼水都有問題 然後這兩個是醫生 然後這兩個是一樣 就是打電機跟打醫科 我要講的是 這張圖放下的原因是 因為這個孩子他當年 連點打火機他都不會 所以我們當教他做專體實驗的時候 是從打火機點火開始訓練起 所以我完全不是打到空 我現在要告訴你 這是我最實務的經驗 我從他們在很小少不更事的年代 就接觸他們 一步一步把他們訓練到 後來他變成生物化人比亞基牌 現在一樣在台大面書 一樣得到了他自己要打開的那片天空 所以這地方 特別跟各位提醒 就是我的實務經驗是這樣 沒有任何論文研究 可是我的實務經驗多年來是這樣 理論跟實驗的內容 以台灣學生來講 實驗內容差異其實小 理論的內容其實差異大 其實在數理資料班 情況完全一模一樣 你會發現很多同學他們理論非常強 跟其他同學差異非常非常大 但是實驗這件事情幾乎 台灣學生幾乎都是一樣弱的 沒有什麼 沒有人特別強 那這件事情 真的背後的因素 跟真的背後討論的事情 到底是什麼 我要特別談的是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談 改善教學模式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其實 親身經驗跟 真正去 自己想辦法學習 才是真正的網道跟關鍵 所以這地方我就去引用Fan的講法 所以事實上是 就是用了 物理學校比較常用的一個圖像來談 就是說你真的要達到這樣的目的 其實有兩種最有效的方式 可以從外在獲得訊息開始 到最後達成學習概念 主要有這兩個方式 跟同才學習 或是自己想辦法問自己問題 事實上都非常非常有用 這裡頭也跟我們講 90年代中期以後 大家都知道 學生為中心 比方說現在大家都很流行的 不管是翻轉課堂 或者是 佐藤學帶回來那套叫什麼 我非常 學一共 學一共 我覺得他們真的本質 都沒有抓到這個重點 其實 要不要讓學生真有探究 或是 是不是真的在課堂裡面 有得到引導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關鍵 並不是 學一共體堂的那一個外在形式 或是 翻轉課堂去講說 你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包裝 他們真的是不是有辦法有效學習 我想 專業的 專業孩子老師 各位在自己的身上 我一直覺得台灣學生非常幸運 因為台灣真的有一群非常高素質的中學老師 這個有空再跟大家分享這件事 不過主要是要跟各位談的事情是這樣的 學者去教會其他同學 學習效率其實是最好的 這東西他當然要自己內化 再來就是如果真的不行 退了求其四 學生透過自己青春體驗 當然也可以達到80%的學習效率 或者是再怎麼差 他透過跟別人討論 問別人問題 其實都還是有70%左右 所以實際上 以學生為中心 為什麼一直不斷被信仰20年 雖然現在也感覺到 變不出什麼新的花樣 就你如果去開國際會議 你會發現 物理教育的學術年會 到今天為止 20年過去 他還是在談這個東西 不顯然 他事實上是有影響力的 只是說我們可能還需要更多的新的發展 可是 因為我們不是做學術 所以我們不需要關心 我們只要知道 他的確是有用 這樣就夠 這裡就回應到剛剛那件事情 到底理論還是實驗是台灣學生 真的需要注意 這只是事實上 我猜 這張永達老師講 我猜是因為 記者剛好把那個 麥克風推到他身上 說他只好 就變成這句話 就只好這樣先應付一下 不過後來他們對這件事情 事實上有一些討論 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子 我等一下要把我的觀察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句話是大家一般人 對台灣整體的教育狀況 我們認知 可是我的想法 有點差異 等一下跟各位分享一下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 理論跟實驗的問題 你看喔 這是2014年 然後隔一年 我們這超厲害 就再也沒有人出來講那句話 就是台灣的媒體的現況 跟台灣整體的狀況 就是希望我們的教育 不要說 就跟這個報道一模一樣 不過老實講 這當然是他們在推行這個實務的時候 奧林皮爾兩年相隔的國訓營 的確做了一個很大的調整 如果等一下有時間再回來分享 不過這個地方是要我要跟各位特別提的 台灣學生在理科學系上面幾項特點 我的多年來發現總共有四個歸納 跟各位分享一下 第一個是 台灣學生非常擅長直線型的推理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不太好解的文方程式 台灣學生都會背 包含我也會背 這什麼 一齊白變架 你看到什麼型啊 就怎麼解 台灣學生超會解 我以前在學運用數學的時候 也超會解 就是因為我們其實都非常擅長 做這樣的推理跟計算 再來第二個是 我們非常擅長 一群課本的理論的推演 你會發現這其實也很困難 可是台灣學生也都很會推 而且有一大堆補習班 那老師上課的那些背法 可以告訴你 事實上可以多快把它背出來 就算要推倒 其實台灣學生也都沒有問題 台灣學生非常興奮的 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再來是 比較稍微覺得應該要檢討 就是台灣學生比較不擅長 非實譜式的實驗操作 就是說 如果你給他一個非常好的步驟 他可以非常正確地依循你 做實驗的步驟 而且更厲害的是 比方說我們現在負責普通物理實驗 你跟他講說 你可不可以再多兩位有效的數字給我 他只要有步驟可以給他做 他可以比他學長還要多三位 他都沒有問題 他可以一直不斷地在改進實驗 事實上都可以做得非常好 可是只要是非實譜式的 其實他們是非常非常不擅長 這個其實對台灣 將來下一步要發展文創 是有很大的障礙跟影響 我相信各位其實都知道 我去年出去帶國家代表隊的時候 發現台灣學生真的有一個大問題 我們對於面對那些未知答案的問題 的勇氣是非常非常差的 台灣學生都習慣那種什麼 比方說Holiday 最好有一陣本的席提給我 我做完之後 立刻給一堆答案 我就覺得超興奮 可是像如果那個東西 是不太確定答案的 其實他們就是非常非常 weak 即使他們是國家代表隊的選手 他們仍然是 沒有辦法在那個題目前面 顯得非常非常自信 最後一個是台灣 對這種 就是需要去思考很多不同可能性的問題 其實也不是非常擅長 所以台灣學生不是很喜歡排列組合 跟機率的這種解法 雖然當然也有 譬如說 葉老師他們非常非常擅長 引導圈怎麼把機率學好 可是我相信以整體台灣 突變的情況而言 要去想很多可能性的這種問題 對台灣學生來說 事實上是一個很大的殺傷 而且其實他們很不喜歡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到底是實驗還是理論 我作為困難的結果 事實上感覺好像並不是實驗過理論 是到底是確定性還是非確定性 就這個答案到底是確定性還是非確定性 即使它今天是實驗 我只要確定可以找到答案 只是要多兩位有效數字 我仍然還是非常有動力 可以把它做出來 可是只要這個題目是理論 但是它沒有確定答案 我仍然是非常 weak 沒有辦法把它解出來 所以看起來並不是實驗過理論的問題 它根本就是一個 到底題目 或是到底最後是一個確定性或非確定性的答案 這個對我們來說 才是我應該要思考的問題 再來就開始切入 我談的問題就是我自己的觀感 我覺得探究不一定要實做 實做實驗也不必然具有探究精神 這件事情就是回歸到 我這幾年來開始回來反思的 各位知道 05年開始 因為05年是世界物理年 國科會在中建堂辦了一個很有名的活動 它剛好持續兩個多月左右 就要探索物理博覽會 其實那年跟中央大學的科學教育中心 會成立有一個非常非常緊密的連結 我那年剛好當了解說員 從那年開始 台灣就有一大堆這樣的科學DIY 跟很有趣的這一大堆的科學實作的社群 在台灣各地遍離開的話 從那到北 我相信各位口袋裡面都可以唸出一大堆名字 什麼昆龍老師啊 福怡老師啊 林軒安那什麼之類的 事實上台灣在這方面已經做得非常非常好 我老實講 而且社群其實也非常糊弱 隨便便要在網路上面Google 找到這一大堆有趣的實驗 我相信對各位來講 要找一百個都沒有什麼困難 可是這樣的東西拿出來給學生 有沒有辦法真的對他做有效的學習 跟有沒有辦法對他做探究上面的幫助 這是我們實際上 可能是真的要回到課程當中 真的要好好把這東西收攏到我們的課程設計上面 真正進行一個有效教學的時刻 應該是已經到了 十年來 我們應該要回來反思 所以我才會提出這樣的事情 就讓大家去稍微思考一下 我相信各位姐姐也比我們還好 我不希望怎麼樣這個地方多提醒 再來就是學習如何學習 這有點像後攝認知一樣 為什麼要這樣子講呢 原因是因為其實至少我第一天當科學老師的時候 包含我以前的科學教育老師都這樣子告訴我 其實我們在教科學的時候都有很高的期待 就是希望我們不要只教這一大堆科學知識 我們希望這些科學過程性的技能 可以幫助這些孩子 再來當總統的時候 不要被那些立委啊 不要被那些媒體給誤導了 可以做出正確的判斷 用以前學過這一大堆什麼分析的技巧 就是最後變得很厲害 神人級的科學素養 可以真的幫助到他們 然後整體台灣最後變成什麼GDP啊 或是年均收入達到什麼十萬美金啊 什麼之類的 這是我們當年 在投入這個技巧的時候 大家都有目的 因為我們其實覺得 科學不過就是一個用 這樣既定知識來包裝的東西 可是真的要教給他們的東西 我相信在座每個老師 其實心裡面都有這樣的感受 也都有這樣的期待 不需要我們特別多講 可是事實上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是 我們如果有一個目標 但你如果要 目標在那個地方 你要如何到達 而且你如果根本不知道往哪裡走 事實上你是完全無法達到目標 這件事情要 我都一直不斷提醒我自己 我相信各位老師其實 大概想 常常會一直需要去想這樣的事情 這個地方是要 特別在去提醒自己的 我就是回去想了很多理由 我想說 為什麼要從那麼小 就開始做探究與實作 或者我為什麼要在 學生少不更事的時候 十二歲一開始 就要讓他做探究與實作 後來發現就是這件事情 我自己終於找到答案 有一次了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演奏會 我在練樂器的時候 因為學長公 假設你練樂器 就Metrofotain了 然後練一點 就是中音量 後來我發現中音量 練久了以後很慘 上台演出的時候 Pianicimo做不出來 就是很小聲 結果我還用很習慣中音量 在那邊吹 我發現我想不下來 而且要很大聲的地方 我也倒不上去 所以在整個舞台上面 我自己一把樂器 把整個演奏會搞垮 所以這件事情 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從小練習非常重要 就是說 你從小的地方 就應該要讓他養成這樣的素養 並且讓他有這樣的態度 他才有可能 在真正需要用的時候 把它用出來 這個是我自己的體驗 我完全就是江湖的體驗 沒有什麼學術上面的研究 可是像人 其實應該說出來的 都是一樣高能有機體 相信習慣 跟能不能把這東西實踐 其實應該是一模一樣 我們的神經結構 應該是非常類似 另外這件很重要 就是他一天到來在講創意 可是我們的教學 沒有辦法提升他們的創意 也沒有辦法 真的幫助學生 在這一方面上面 真的有很大的提升 雖然我們其實真的 探究以實說 也不是真的要教他們 怎麼達成創意這件事情 可是最起碼 讓他去設想 很多事情有更多的多元性 或者是 我們應該要從另外一個 不是老師在前面正向陳述 才學到知識的過程 讓他們去慢慢習慣這樣東西 將來才有可能 真的有辦法做創新跟創意 下面就是我要真的跟各位 回到現實的問題 來跟大家講說 即使是國中生 在狂標籍啊 就很難教了這些孩子 我還是有辦法 讓他們在某些情況底下 去做這樣的事情 當然是不是真的很成功 這是大家見一見智 不過我當然有過這樣的經驗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在有關 樹里之右班做的事情 剛好知道其實 樹里之右班學運到 就覺得阿尼的學生 他們就是樹里之右班 所以好引導 其實應該反過來講 是樹里之右生才難引導 他們其實進到這個圈子以後 因為年紀又太小了 所以事實上 因為他們有種種因素影響 比如說他們進來以後 成績會重新再有一次的高斯分部 有人會永遠拖在後面 而且有的人會一直不斷 以為自己有多強 所以其實在那個團體裡面 他們的差異性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為什麼要一直不斷 用實作來引導他們 事實上有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 這樣對他們來講 差異性其實相對而言之比較小 理論的引導 事實上差異性非常大 你要真教他們 其實反而是困難 這個目的大概有這幾個 第一個是訓練動手能力 這件事情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台灣學運現在在很多實踐 上面非常非常差 物理LMPA 國訓你就直接跟我們講 比如說現在學會連調鹽水 飽和食鹽水 他們都沒辦法 所以你一定要一直不斷引導他們 這個東西訓練動手能力 變得非常重要 而且有一部分是讓我的精神 來自於MIT的這門課 MIT 機械系有一個 從70年代就非常著名的 機械設計的課程 他們是這樣做的 我相信稍微有點年紀了 對不起 就是跟我差不多年紀的人 看過馬蓋希 搞不好對那集有印象 他們那門課這樣實施就是 所有老師上來輪流 把機械設計理論全部講一遍 學期末的時候怎麼進行評量 每一組都發一模一樣的材料想給你 然後出一個共同的題目 比方說今年可能是一個 機械手臂的拔河比賽 或者是一個斜坡的爬坡比賽 所以他們就在Arena 或是他們的Stadium裡面比賽 而且他們會有 美國的有限電視 什麼公共電視去轉播 它事實上是一個非常大的活動 就是這門課程也非常出名 你看這個地方 就是他們正在進行 他們比賽的實況 你看這個是黑白 就表示很久以前的事情 受到這個東西的啟發跟影響 我就覺得 其實學生是可以被培養實作能力 所以我們才開始做這件事情 這個地方就是 跟自然地面溝通 你真的要做你才知道 就是呼應到 我們剛剛講PWN的什麼 那個結局 就是說他告訴你 不同的取路層級出來的結果 事實上完全不一樣 課文裡面沒有辦法告訴你 告訴你所有答案 你不可能去知道 兩顆原子交互之後 就把這個真正真實的舍法給做出來 所以我們學生就真正真實去實踐 在當中你會遇到問題 才能真正知道 原來自然定律是怎麼樣運作的 摩擦力以外 應該怎麼跟它共存 才有可能得到 我們所需要得到的結果 這才是真正 從課門裡面得到的活的知識 這個地方是幫助他們自我探索 就會回應到剛剛那個 金正恩那件事情 所以你從他們臉上可以看出來 其實他們真的有被激發熱情 我就不再多放這個力量 然後下面這張是要跟各位講的是 我們在單元設計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的是第七點 是要做非確定性的程序型的問題 就是說 他們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被實體揚排過說 你一定要按照哪些步驟來做 在引導的時候 事實上你還是要把線索再滾一個範圍 否則的話那個 整個探究過程會完全因亂七八糟 沒有任何你所希望達到的結果 這個其實也非常重要 不過 這樣講到太空泛了 不過 我相信各位都非常有專業的能力 應該不曉得多講 然後這是我們一般實施的情況 我老實講 就是這樣做其實不是什麼大部分的壞了 應該說大部分的情況都是被勉強 最後才達成他們的效果 我們的專級實驗課 是從下午三點開始 進到實驗室 沒有做完實驗結果 不能離開實驗室 所以大概平常做到六點七點 就非常常見 你可以算一下三點四點五點六點七點 對一個國中生來講 要做那麼晚 其實非常困難 而且即使做到實驗室 只剩下你一個人 他都要繼續留下來 家長在實驗室門口 我仍然就在那個地方 讓他繼續等 所以其實整個過程 並不是想像那麼輕鬆 而且他們其實過程裡面是非常痛苦的 應該這樣說 所以學生事實上被引導 其實他們是因為 我們正好線索的一個範圍 讓他們不知不覺的學會了這些能力 這裡其實也是一樣 因為他們 我覺得是這樣 其實一開始就是 對一個東西就有興趣 那是騙人的 學生事實上是具備了某些能力 或者有了某一些成就感以後 他才有可能有持續能力 我覺得台灣社會一直 錯認這樣的問題 一直不斷講說 你一定要找出你最有熱情的地方 好好認真投入 這完全就是一個 完全電腦邏輯 應該說 你去認真投入看看 或是你認真一點點 讓自己有點成就感 才知道說自己到底 到底要不要繼續投入 這樣才會有更持續 更夠的興趣來做 我們事實上是有點像這樣 所以你看到這個 是一把掃把 它架起來一個 我們要去量電漿球 四周圍的電位 因為掃把才不會有 導體的問題 它也不會有電位影響 所以他們就自己利用這樣的掃把 去把電漿球旁邊 所有電位整圈 就把它測出門 那個結果其實令我非常非常驚訝 所以我學生還有辦法去做 用一台電風扇 跟一個 吹出來的那種氣球的表面 然後利用雷射反射去做一個 他們叫 我們把它叫 Normal Mode Decomposition 簡單講個複利液分析 而且出來的結果還蠻精準 所以一個國務員學生回家 做一個寒假作業 就把它把這些東西做出來 其實我自己也非常驚訝 其實我們家在很多點上面 提了很多這樣的概念 其實他們是真的可以達到 這是剛剛這個實驗器材旁邊的 樣子跟架構 後面做望遠鏡啊 什麼東西 那這個地方主要 另外一點很重要的是 當然做自由教育 其實主要目的 是希望他們能夠貢獻社會 所以他們其實必須要先找到自己的人生 才有可能貢獻 更多給這個社會 那這上面就是我們一般的 史詩情況 每一章看起來大部分都笑了 是最後的成果 看起來是笑的 中間過程其實是 好 我就不太多講一下 各位老師其實應該都沒有解除 這裡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他們在做這東西的時候 我們事實上是 上面一點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要避免把巴哈做成克蘭斯勒 我就解釋一下 巴哈是一個巴魯克時期的典型音樂家 克蘭斯勒就是已經浪漫派了 他的音樂非常花巧 所以我要特別講的事情就是這樣 做這些實驗的目的 不是要讓學生覺得非常爽快 或是非常fancy 主要目的是真的要讓人學到東西 所以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一直不斷提醒我自己 不要取悅學生 不要取悅學生 你一定要好好的把自己 應該要達到目的把它做完 這才是我們應該要達成的自由教育的目的 這是我在過程當中一直不斷提醒我自己 所以我們最後 最後一個大官喜歡這樣看 這是我們校長 大官也喜歡看這樣的東西 我們在學期末的時候 讓他們出來 在校園裡面去做實驗 去幫助那群普通班的學生 去了解說科學其實也非常有趣 而且我們每年都會把這東西全部拍完 以後放在網路上面 跟所有全台灣童年年的孩子 一起分享這樣的結果 而且每一年的實驗 因為都已經放上去了 所以隔年那些學生 他們絕對不能再做同樣的實驗 因為拍下來放在網路上面 有重複就會想 好 這當然對他們是一個很重要的刺激 最後要跟各位再分享的事情是 你會發現我們在這過程當中 就會很自然的收到一些意外的結果 比如說他們接受理論訓練 後來學生就有辦法參加科學奧林匹亞 跟物理奧林匹亞 目前這幾年來有過他們的成績 其實可以看出來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不錯 再來就是他們要做清北計畫 跟國際科長 也可以從當中 因為其實我真的是這樣覺得 學生只要一旦有醒過來以後 他要做這些東西 就比較不會那麼困難 他只要一旦沒有醒過來 每天飄來飄去 不知道在幹什麼 而且他也沒有被要求過 事實上要這樣做這樣的東西 他其實沒有任何靈感做 可是他只要一旦有被要求 他又醒過來 這件事情要推動 就會相對容易非常非常多 這是以國中生的情況 即使國中生 他們都一樣可以被要求 再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學生 潛在課程非常重要 我印象非常深刻 上陳卓老師的課的時候 我就問他一個 我覺得也沒有很困難的問題 他竟然給我這四個字答案 他說我不知道 他是我心目當中理論的 非常非常厲害的老師 他竟然就回答我不知道 所以後來 教那些學生的時候 就非常非常注意這件事情 就是 我們在引導他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我們的言語上面 對學生的影響要有多少 所以我後來自己有發現 包括我們自己學生的奧利比亞金牌 他們在教別的同學的時候的態度 我覺得事實上是有很大的轉變 他們其實都 用一種非常謙虛的態度去面對小同學 並不會用非常驕傲的態度來想這個事情 這其實也是一樣的 就是 我去上那馬蘇的課的時候 不管會再怎麼愚蠢的問題 他永遠都會先講 good question 這是我經過測試的 沒騙 我就是用很愚蠢的問題問他 他一樣是good question 非常 gentle 的樣子 這裡就是 我後來把他做完的那些東西 全部放在YouTube上 其實現在就可以立著查詢 我把所有他們解說的過程 跟所有他們做的時間 通通都直接放出來 讓所有 想要關心這個問題的人 可以來看 但這個其實非常重要 就是說 有時候不是這樣 雖然千辛萬苦 孩子他畢竟是孩子 你在要求他的過程當中 如果老師可以非常注意的 去把這些歷程都留下來 其實對他們來講 他們雖然嘴巴不講 可是實際上 對他們是有很大的影響 他們知道自己影片的方向網路上 他也不敢亂來 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是 因為他們是透過自己 對別人解說 所以真正達到目的 或真正能夠受益的人 就是他們自己 所以從頭到尾 他們就 大概就是這樣做 然後另外我們要訓練他們 做部落格的撰寫 所以左邊右邊 就是我們自己的學生 這是他們國中的時候的作品 就是他把一個球型的轉動慣量 給積分球出來 這國中二年級 我還被台大老師認為說 你太誇張 你覺得做這麼無聊的那個 積分到底要幹嘛 因為我們要訓練他做積分 所以做這麼無聊的積分 連對稱性都沒有 就是從最基本的一步一步慢慢做 我們要求他們 所有東西通通都 一定是自己證明的 才可以放到網路上 所以這些圖是自己畫的 這個圖一定是自己畫 用POPPOINT 一筆一筆慢慢畫出來 所有的過程一定要自己算 才可以放到網路上 否則畫會被人家嚇完 而且會被人家告 這個 下一步要來談的是這個問題 就是我要跟各位講一下 課程發展的流程 這裡其實就是要回到 非常現實的 現實的狀況 就是萬一 真的剛剛朱老師談那個問題 就是萬一真的 這課程 反正 他 真的最差的情況不了兩次 像 他就有時做對我們來講 自己用在自己的課程裡面 你就讓他來說對全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我自己是有很大的期待 可是他完全不是什麼新聞 因為你看我放的這個東西 其實是民國98年的那一版的課本 你發現他根本就有探究精神在裡面 那一版的課本都是這樣子編的 他的第一步是先從 要學生來思考 先探究 而且是真的有實作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出來 他要教長度測量 所以就先告訴你說 我們來比較一下 你看如果有一個無聊的人 他先把長度畫成這樣 就他有可能兩段長度根本就一模 學員其實是很有感受的 所以為什麼要特別分享這樣的東西 其實就要跟各位講說 即使我們在教那麼程度那麼低的學生 我們都仍然還是可以盡力想辦法 用這樣的方法來呈現給他 讓他從不同的角度來切割 而不是一開始就跟他講說 來我們來看一下強度測量 必須要注意的是什麼估計值啊 實際值啊 然後最後要測量出來的結果 必須什麼表達 對學生其實會有影響 而且他會比較容易進入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探究的歷程是這樣 應該是非常有趣 或者說科學課本就應該要非常有趣 真的要在實務做到 其實真的有課本他就這樣做 下面這地方也是一樣 他會告訴你說 這幾個人到底有沒有一樣高 然後我們在人類肉眼看到這個情況 出來以後其實他會有錯覺的問題 他就要真正提示說 為什麼人類要做測量 因為他不客觀 肉眼看到的東西其實不客觀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測量 每個人看到的東西跟結果其實不太相同 所以學生就很容易進入這樣的情形 這是他付給我的powerpoint 晚放出來而已 所以事實上是 這完全不是新聞 而且也不是什麼新的東西 98年 或者更早以前 我以前接受的師範教育 就已經教我 他就是非常有用的東西 我們以前老師也是這樣教的 只是一直到今天為止 才有人拿出來 我其實一點都不覺得 他到底有什麼新啊 這是他們真正拿來 教學生的powerpoint 你看2009年 其實也不是什麼特別新的新聞 我們事實上是真的可以 把學生教比較稍微靈活一點點 或者是我們真的可以用 比較好的步驟 來把學生能力提升 或者是達到我們原先希望 一個科學課應該要達成的 過程性技能的素養 真的不需要多講 另外這一點是 我後來發現 我正在做探究課的時候 這個東西其實引導非常有用 就比方說 歷屆的某些考題 或題庫上面的題目 題目上面有很多題目 其實是非常具有探究精神的 我相信各位老師 其實比我還有經驗 我們在教他的時候 我可以不需要先教內容 先把這些東西 當作一個實驗數據發給他們 我們就先大家一起來研究 做那個東西到底怎麼回事 他們用自己的腦袋 去把知識建構出來 結果得到的結果 搞不好還比你在那個地方 講老半天 一直不斷用行為學派方式 輸入他還要更有用 所以這件事情 事實上是我自己的體驗 我發現光是題庫 就一大堆可以幫助我們 把學生好要引導的一大堆東西 像這種的一次是實驗結果 當然我實在不是 可是我覺得試實驗結果會更好 當然也有 如果沒有那麼多時間 可以做實驗的話 其實他有這樣的東西 還是比你真正直接灌輸給 學生腦袋裡面 那樣的知識其實我覺得是有用的 非常多的 這裡是我要特別談課程發展 就是一般來講 我們其實在發展一個課程的時候 有兩種方向 第一個是 我們一般比較習慣用 上課時候先講理論模式 然後再跟他講說 我們可以怎麼用 先來舉第一個例子怎麼算 就是這樣 台灣學員非常習慣這樣的做法 可是另外一種事情 跟另外一種情況 就是不要如探究精神 其實就是現象歸納的 我想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手邊 本來就有一大堆數據 可以拿來引導學生 上課的時候 先發數據給學生 先來voting其實也沒有問題 這上大學不會的時候 我一直不斷的想辦法 讓自己有這樣的反思 所以我們在班上進行 最多的就是上課一直不斷舉手 因為用電子系統 他們都無記名投票 他們不會有任何壓力 所以就叫他直接舉手 而且因為我們有外國學生 所以大家可以互相比較 他們可以看看自己 覺得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重點就是 這兩種情況 事實上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好 都沒有什麼特別不好 有的老師真是天中英才 口才非常好 他真的可以把他教得非常好 事實上我們看過一大堆 很厲害的中學老師 他們真的是超強 我今天早上才從北宇宇宇宙回來 事實上 那個老師就真的很會教 而且全員也都非常認同 沒有人睡覺 沒有人滑手機 上課效率看起來非常好 而且全員 比較能夠接受那種方式 我老師這樣 最近反過來之後 他搞不好想說 為什麼不告訴我答案 為什麼還要在那邊 弄一大堆數據 讓我再分猜 這裡是大比較習慣的方式 必須教程 這大概就是行為學派最典型的那種極致發展 我以前也曾經發展過這樣的東西 可是後來自己覺得好像不是應該這樣子做 所以我後來的筆記都是 直接教學院自己買一本 空白筆記本 全班統一發一模一樣的格式 我寫一種就跟著超出 我真的可以看得出來 是一個非常認真的生物老師 而且我相信這個教學教育一定極端的好 就教學很甜 然後最後他們就可以弄好 而且最後還可以留成一本 完完全全員就實踐了 台灣教育的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效率極度高 而且學院也學得非常開心 我相信學院看到這個已經 應該會先前非常好 因為圖真的很漂亮 我是真的沒有這樣子做過 就是我就是一開始試著要這樣做 這裡就是要特別神崖會一下 這個廟前老師就要現場了 我們其他跟搭會會小 我聽得大家嚴加一個 有一點點非常非常的重大的感悟 就是他是用一種對話的方式 來把這個東西發展出來 簡單講是這樣 人類心臟為什麼要轉成這樣 我們的循環為什麼要這樣做 大循環跟小循環 為什麼一個是串聯一個是病人 他事實上是利用這樣對話的方法 來跟學生一直不斷的互動 讓他們去想一想 真實實際的情況應該是什麼 他跟我們剛剛講的 實驗數據的歸納有點不太一樣 可是事實上雖然他必須要去客服 或者是去跟客戶說明說 上帝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有效安排 其實他其實有點神軒色彩 我在這點上面 其實有不同的認知 因為人類為什麼要演化到今天這種屁股 為什麼效率最高 我覺得這其實我們還是可以討論 只是說 他就是讓學生去思考說 為什麼循環要安排成這樣 病人跟串聯各自有什麼樣的好處 所以人類應該長成怎麼樣 我相信學生學完之後 要忘記還真是不容易 所以事實上是 你看以前我們都背過這個東西了 然後畫一個心臟 大學問小學問 老實講我到今天都沒有忘記 這以前我們老師可能長得很漂亮 所以我會記得這首歌 我覺得那個 完全不是教育本質 可是我聽了廟寫老師 以後我就想說 我以前生活老實如果是他的話 我現在到現在應該可以記得更清楚的見 那真的給我很大的啟發 讓我真的可以知道說 原來為什麼要達到那麼有效率的循環 應該要安排成這樣架構 其實會非常非常好 物理有沒有這樣的東西 告訴各位 有 物理一樣有神學色彩 而且大家都知道 最小是用那樣的理 他完全就是一個神學的東西 所以回到這地方 我們其實國中也可以這樣教 就是我們在教折射跟反射的時候 這張圖大家都知道 一般人就告訴你說 我就直接用一張 用一個車子 從這地方過來 遇到爛泥的時候 他就會轉彎啊 或者是有的人會講說什麼 其他講法 不一定 不然就用一支原字筆 從這地方滑過來 可是其實 以後老師會嘗試利用 最小作用那樣原理的方法 來教這個東西 比方說 讓學人去思考說 如果有一個女的 在這裡 有一隻猴子在這地方 他想要去救他 但他在這地方跑得慢 這地方 這地方跑得快 這地方跑得慢 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方法 才可以 比較快的救到 這隻猴子 我相信 各在危機分問題一定都解過 不管你今天是哪個領域 事實上廢碼原理 對各位大熊 應該都非常熟悉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直接走並不是一個最快的方式 因為你會發現 慢的地方走的還是夠遠 如果我們換這樣的方式來走 他其實有可能比較快的達到 而且實際上真的也是這樣 那你就會開始回來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上帝啊 什麼安排的光線 他一開始走的時候 就知道他應該怎麼走才是最有效率 所以當然 後端的神學問題本人應該不可以回答 只是說 只是跟生物相對應的這些 也是可以讓學生這樣思考 就算我不用實驗數據的歸納 我仍然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但我會讓學生繼續思考說 其實我有可能用什麼樣的方法 來做一個知識的 其實有可能比原來效率更有趣 或者是效率更高 就這裡本來要讓各位老師做實作的 可是我想 可是我自己 我自己講 比較節省時間 就我在教國中的地科的時候 用過這個方法 而且普通班也很有效 就我們要教 大家都知道我們要教 月球繞地球轉 事實上非常困難 你在黑板上面畫圖其實很難教 就算你拿一個模型在他眼前 事實上他都完全 有可能完全無感 後來換一個方式 讓他們分組討論 或自己每一個人都拿到一套 拿到一套的數據 就分析從2001年到2020年 所有的日全時跟月全時 我先把時間列出來 告訴大家說 有這樣喔 不是我告訴你的 是NASA告訴你 會有這樣的時間結果 好 接下來下一步是 開始挑戰他 探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必須問一個問題 剛好在他能力稍微上來一點點 如果你問的一個問題是 在能力之下 就沒有探究 你必須要再稍微高一點點 他會覺得 他好像可以跨過去 但是好像跨不過去 所以他就會嘗試看看 所以於是 開始問他這些問題 問他說 日食啊 跟月食 跟我們的初一跟十五 就隨便有關係 開始回來讓他 把舊有經驗做連結 並且讓自己的期待機會 可以做一個比較收容的整理 接下來第五點呢 讓他們慢慢歸納這些結果 可是最後還是要再回來 歸納剛剛的數據 所以我就教他們 去做一個事情 我把日食跟月食 按照時間序列把它排下來 這是我自己做的 當然 有沒有可能讓學生自己來做 我覺得這個每個老師 自己有自己的操縱方法 我把時間序列弄下來 有沒有看出結果 沒有 發現這是完全無效的數據 所以這樣的數據處理 顯然沒有任何效果 可是 這個對學來講 不見得是沒有用的一個教學 就是你可以讓他這樣嘗試看看 他發現說看不出結果 看不出結果 看不出結果就表示 這條路不用走 我們可以試其他路 所以我們就畫了這張圖 這張圖其實還是可以看出一些結果 我要照時間序列 把它排出來 你會發現 他感覺上好像有一種 學員看了其實 他會有一種感覺 他還講不出來是什麼東西 可是他說 我有種感覺 好像有規則 對好像有規則 可是能解釋什麼東西 結局是不能解釋什麼東西 到這個段落 他其實慢慢可以想到說 其實我們也可以自己處理數據 或許我們也可以跟科學家 一模一樣面對這樣的數據 所以我就教他們一個方法 不然我們來這樣做好不好 我們把兩次的時間間隔相減 看會怎麼樣 我們把任意兩次的時間間隔 通通相減 把它整理出一張表 這事情我通常是給學生自己做的 所以其實現在因為時間比較不夠 所以看到這裡的時候 其實他們已經很興奮了 可是其實真的是完全看不出任何結果 他只是為了要誤導他們 所以才把這東西弄出來 可是其實也不是全然誤導 因為你會發現 我剛剛講說 我要把兩個間隔時間相減 也是因為我們發現 感覺好像疑似有一個線性關係 素材來減減看 看會怎麼樣 你會發現實驗結果是這樣 你看喔 兩次鑑隔時間 除了相減的結果 只有三種 對不起 一二三四四種 相減的時間 要不然就是差距是零年 這裡 要不然差距就是0.4年到0.6年之間 大概0.5年 就是半年的意思 要不然就是一年左右 要不然就是1.5年 沒有別的數據 就是日時跟月時 不管是日時減月時 月時減日時 兩次鑑隔時間 永遠都在這些數據上面 換成兩次幾乎每隔半年再發一次 半年對地球公傳來講 就是指公傳到對面的意思 就叫半年 所以幾乎是0.5年的倍數 到這個地方 普通班的學生 幾乎也都有辦法把模型建構出來 所以他們終於知道說 原來月球的公傳軌道 事實上應該有Tilt一個斜角 所以他們要真正擋到 在初一十五那個時間 其實剛好就 完完全全就符合我們在 地球公傳軌道上面 這次股東生真的就做得到 完全不需要到高中 而且股東三年級他們就有辦法做 而且是普通班的學生 尤其是那一些 他們將來就是要就紀念那些 私立高枕那些孩子 他們還特別靈活 有辦法在那邊弄出來 對他們來說 其實他們的眼神就直接告訴我 他們在這當中獲得快樂園 比我想像得多 他們都非常非常多 所以這是我他的教學 一個非常 我自己覺得很正向的一個例子 就算我們不是去做 一門獨立選修課 可是在課程裡面融入 事實上對他們還是一樣 非常有幫助 這是他們真正的媽倒 就長成這樣 因為他根本就 沒有完全擋住 所以斜的這個角度 每隔半年的時間 就很有可能 在那個公傳軌道上面 直接把它擋住 所以才會產生日時變異時 各位可以想像 在黑板上面畫這張圖 極其困難 畫完以後 還要讓每個學生去相信 這個事情是真的 這更困難 我只講個實在畫 所以後來就用數據的方法 來幫助他 最後就冷冷在旁邊說 是你學會啦 跟我無關 就這樣 所以他就教取真正的本質 其實在這個地方 但是實作的過程就是 他們自己不斷的 非常仔細又非常 老實講非常痛苦的 把那些數據點上去 那個PARTY的過程 其實也是個科學技能 過程當然是 老師需要稍微 付點銀威給他們 最後他們就會 心不甘情不願地 假裝很有興趣 但他們的確也達到目標 這當然是主意也很難畫 最重要是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我自己的苦中作樂的情況 就我即使加入國中的理化 我仍然還是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 其實是同樣一個內容 我們用不同的角度來 喬給學生看 其實學生就完全得到 不一樣的體驗 包含這個東西 各位知道這是基策題目 國中基策 就是國中考高中的題目 國中考過廣義相對論 只是一般的人沒有去深刻感應到這樣的事情 我直接講出來 就跟學生講出當原來 所以你們其實早就已經會 我印象很多人 只是你心裡面並不知道 學生聽到之後 最大的反應就是 他們非常興奮 他們覺得 噢原來是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就是這樣 我一直不斷地給我自己 正向鼓勵講說 其實我並不在教很低能的東西 一點都不低能 一點都不低能 我才有辦法讓我自己 有更強的作用力 再繼續往前衝 而且學生在這一點上面 他們會覺得 這個老師有價值 他可以看到 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非常非常重要 另外一點是 有沒有辦法再講相對論 其實有 國中就告訴你 其實國中理話是需要相對論的 你發現 當我們在解勞論之力的時候 兩根導線放成這個角度 他完全不符合 柳頓第三運動定義 柳頓第三運動定義 告訴我們說 他必須要在反向 剛好這地方應該成 在統一直線上面 可是他不是啊 所以國中理話 早就已經imply 應該要有相對論出現 而且電磁學 直接跨到相對論 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它比力學都還要更自然 我在這個地方 最後都一定會留一個梗 告訴學生說 這件事情你慢慢自己去探究 可是我要跟你講 千萬不要看不起國中理話 因為他有相對論 這就是讓我自己 可以活到今天裡面 我一直不斷告訴我自己 說 欸 它不低能 你覺得它不低能 可以非常非常有效地做探究 而且可以告訴學生說 事實際上 我們又不同的視角來看 中學理話的時候 可以知道的東西 事實上很有可能完全不一樣 所以不斷地在看每個單元的時候 我都一直不斷地在思考 我可以給學更多新的東西 在哪裡 然後更努力 應該要再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 最後就是工商服務實踐 那有個物理的問題 我覺得不錯 很有趣 我們很細心的 直接留下1931年到現在為止 所有跟台灣物理有相關的那些實驗儀器 包括那些原則加速器 跟一大堆的 讓你留下來那些天平什麼之類 事實上都非常有趣 歡迎大家一起來體驗 就是你可以打那支電話 或是直接找我都沒有問題 謝謝大家 請問我請問一下 因為騙宇老師在 練習的東西其實很難想 我們有時候自己想過頭都想不出來 如果騙宇老師在任務人中 你怎麼樣對自己對話 然後想出一些值得給學生的東西 如果真的講得沒有理想的話 事實上我是這樣做的 就是以說理之後班的專題課 我們是那兩年 剛好四個學期 我老實講 我是真的有嚴格想過這樣的事情 就是我會從一開始 學生應該具有什麼樣的能力 開始回來想 這四個學期的整個週期 我想一下的話 我全部都有翻 我想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當然裡面當然是 我會從最弱暗的事情開始做 因為我自己的經驗知道 學生連鐵打耳機都不會 所以我們直接用剪刀 我們就用課程去包裝 包裝那些能力 就比方說 我要為了要教他們 怎麼用剪刀 所以我們就讓他們去做 這個其實 你聽得覺得好低能 做紙蜻蜓 做紙蜻蜓 就剪完之後放下來 就是轉 就讓他們去做紙蜻蜓 可是其實我們在裡面 還另外講一個東西 就是讓他們去做 scaling 就去看看說 它的尺度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家裡 很多學生他們家裡 學工程 譬如說你要把一塊豆腐放大 其實有很大的困難 你必須要再做尺度分析 所以我們其實要另外再教這件事情 讓他們順便算一下說 豆腐再放大以後 它的密度必須改變成什麼樣子 才有可能真正達到 你要做模擬的目的 所以我是這樣子發想 那至於那些實驗其實是這樣 我知道大家也不是一個很乖的孩子 所以 表示我小學四年級就會拿 那個鴨電打火機 去墊前面的女生 鴨電打火機就是有個重要材料 我就教學員 怎麼樣把它breakdown 就拆完以後 怎麼樣拿來看那個鴨電材料 讓他們做那個實驗 很有趣 但是要達到我希望他們達到的目標 要做到那個結果 才算過關 可是過程其實很不容易 他們一邊訓練豆腐 一邊還要把實驗結果做出來 打火機要另外一型的就是什麼 就是一般那種 一般的打火機 我們就拿來訓練讓他們 把它開得很大 我相信你們剛才男生都會過 把它開得很大 它就可以直接噴出來 它會進行降溫的過程 第一個是因為它相變化 第二個就是因為它絕額膨脹 所以它其實溫度可以降得非常低 它有一個20秒瞬間結霜的過程 非常精彩 就是我們雖然對學員很兇 可是我還想盡辦法去想一大量酷的實驗來引導他們 所以我大概都是這樣 從我的人生經歷 從我的一些好朋友們身上 去想到說到底有哪些實驗 網路到處查 然後到處看 所以我最常看到的 比方說其實以高中來講 IYPT就是一個很好的資料庫 每年有17體 其實那個整個資料庫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那些實驗都非常有趣 然後再來就是我常找的美國能源部 他們有一大的在現場的課程 然後再來就是IP IP其實也是我常搜尋的一個地方 美國的IP課程 然後再來就是 其他當然還有 比方說物理IP 其實他們有一大堆的 國際賽事實驗 其實在有些內容 我們自己可以把臉脆 或是把它 把它稍微降低能力 到我們真的可以實現的地步 然後另外其他就是台中教育大學 我相信這個大家都知道 台中教育大學很厲害的網頁 然後再來就是 剛剛念到那一大堆 就是神等級的動手的前輩 可能是謝弗儀老師啊 林俊蘭老師啊 陳庫隆老師 我是真的就是這樣 比方說我知道哪個東西很好 像我認識陳庫隆老師 我就直接寫信給他 跟他講說 欸你那個 你那個電容到底應該有多大 我就做了到一直做不出來 就寫信給他 就是非常非常的客氣的直接告訴我 所以大概就是四處收集 出了很多 你應該這樣說 對 總不知道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OK 我自己有個問題 我也來問一下 就是因為教學現場 你剛剛有提到說 你要設計探究的話 你要丟出去的問題 或是你要讓他解的那個任務 剛剛好要在他的能力高一點點 對 好 但是要完蛋了 我們現在面臨的班級就是 我們不知道差異化 什麼樣的學生都有 那在職務上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老實講我沒有答案 因為我其實都是經驗 但是我相信這個 在座各位老師 你們腦袋裡面的答案 應該比我更好 因為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大家就講知識管理 就是你們腦袋裡面 有自己的知識管理資料庫 我相信你們裡面其實 最起碼現在 光是講完 講完這句話的這一刻 我現在每個老師心裡面 本來就應該有一個 criteria 只是 他是不是真的能夠 拿到實務上面去執行的時候 會真的達到效果 會真的達到效果 我就是要去找找看 而且我相信 面對不同的客戶 一定有不一樣的做法 因為 像數理丟生每一年差異其實非常大 實際上我也沒辦法 真的是每一次問那個問題 都非常精準 就是達到那個程度 好 我先丟嘛 有 有沒有快點 有 我再廢話一下 另外一點是這樣 就是因為是這樣 所以很有可能每個選 就我們丟出去的問題 很有可能都是選達不到 原因就是因為我剛剛講 因為Anderson跟我們講 不同的尺度層級 其實都是不同的知識 學生其實很有可能 根本就完全沒有做過那個東西 所以他根本就不會 我們遇到的實務情況 反而這個人特別多 其實我昨天也遇到了 真的 你講話你會發現你是外星人 然後你就是沒有學生 完全聽不懂 到底在講什麼 你剛剛臉上的表情 你真是覺得 天啊 我試得到老師嗎 其實我自己的感覺是 你剛剛有一張文文片 已經秀出答案 就是那個問題的設計一定是有層次的 然後第一題應該就是全班幾乎發 就是大家都會 然後再來第二題第三題 那個難度是經驗增加 那我相信有一些老師已經在現場執行過 就是分組嘛 所以你可能同一組的同學 他那個差異要很大 不管是他的那個理論基礎的差異 或動手能力的差異 或者是你知道搞笑功力的差異 whatever 就是他們像差異化 差異比較大的一群人組成一組 那如果這個完全都是理想 就是比如說一個程度很好的學生 他可能就可以在那一組裡頭 扮演一個稍微意見理秀的這樣的角色 然後帶領其他的同學 那也許動手能力很好的同學 他就有辦法去補足別人動手能力不足的那個部分等等 那我覺得我相信沒有一定的原則 可是一開始那個成就感大概是跑不掉的 就是第一題絕對不能太難 就是我們現在對大學裡一樣嘛 設計那個題組的時候 那第一題你看了一定傻眼 就是蛤?大學考這麼白癡的題目喔? 你必須要 因為你要就是剛剛玉琳有講到 我們的學生他其實 他是不擅長回答一個 他覺得沒有標準答案的題目 像剛剛提到的就是Ill Defined 這個問題比如說像Firming Question 大家都不會回答 老師你要跟我說那速度是多少啊? 這個東西質量是多少? 不然我怎麼算? 我就說那你就估計一下嘛 好這個不由得我真的要講一個 我自己最近的體驗喔 雖然有一點差在話題 這要跟各位先道歉一下 我覺得跨領域溝通真的很難 好我先講一下 大家現在都會用Google導航 對不對? 那你給我發現那個Google導航的時候 你現在喔設定好 開始我要到你到哪裡 他第一個動作一定是 往東 等等等等 然後是往什麼西南 什麼什麼這樣 好然後我不知道你們的感覺是什麼 至少很多人聽到那句話就說 我哪知道現在往東是哪裡 我就不要你導航了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我要知道東邊是哪裡 我要幹嘛叫你導航啊 我就是不知道我現在在哪裡 東新南北在哪裡 我才叫你導航啊 可是你們仔細想想 當你是一個點的時候 那他怎麼知道你現在是 朝哪一個方向啊 你知道我後來是稍微想一下 我再知道Google為什麼要這樣做 但大家都在罵Google這樣子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Google為什麼要這樣 你是一個點耶 但是他怎麼知道你車頭是這樣這樣 還是怎樣 所以他當然先告訴你 如果你要去那裡 好請往東北 然後這個其實不是我要講的重點 我講的是導航 然後我說到的是跨領域溝通的難度 就有一次你知道我們跟學生 然後大家在聊 我們都是理工 然後理工很容易掉入一個理工的陷阱裡面 然後就說 嘿這個人很簡單 欸那個運好三你今天走 欸你就走國道一號嗎 然後那個什麼五陽高架怎樣怎樣 我們就完全是覺得 這個是我們熟知的語言 然後直到有一天我們聽到人說 欸我跟你講走這邊你可以走梅花三號 走那個你可以走梅花一號 然後我就想說 蛤有人講國道一號 國道三號是講梅花的 我自己很驚訝 梅花 我說那那那省道是講盾牌嗎 你知道嗎 我心裡有這個疑問喔 然後我昨天就真的遇到一個人 他省道就是講盾牌 然後他是一個中文寫教授 然後那我就想 欸欸真的嗎 那你知道那個什麼 縣道你是不是要講舉行 還是什麼 是正方形 其實我後面已經不知道 這個大概是什麼形狀 我在這邊沒有任何包貶的意思 我只是要把這個例子講出來 告訴大家說 對我們而言理所當然的是 對別人不是 回到Google導航 前方三百公尺右轉 好你知道我那中文系的教授的朋友 跟我說 我怎麼可能知道三百公尺是多遠 這能力是可以訓練的嗎 我覺得我根本就是 這輩子是不可能有這種能力的人 我後來就想一想 我說我覺得可以 他說那要怎麼訓練 好 好就是剛剛 你就兩次嘛 比如說我現在估 我跟他的距離 然後我就估 好我們的距離八公尺 就一定要發現 喔NO 三公尺 他慢慢就可以修正 他對距離這件事情的概念 因為我們都是高等有機體 我們不是不能被訓練 所以我其實就不斷的在這個學習的過程裡頭 你知道有時候 理工跟人文的這種文人相親的程度 是還滿嚴重的 然後那個理工的理工人 你們怎麼連這個都聽不懂 前方五百公尺這種都聽不懂 很多人還可以開車 那他們就會覺得 明明就是梅花 我為什麼不能講梅花一號 這不是很直觀嗎 你講國道 我還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所以我舉這個例子 雖然聽起來有一點點跟今天的主題不是很貼切 但是我其實很想分享的是 當我們在做這個課程跟執行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遇到這個困難 所以各位老師的包容會變得很重要 就是你如何學會聆聽對方的語言 而且你不能在心裡有一種優越感 覺得就是我們是學科學的 我們是比較理性的 我們是比較怎樣怎樣的 NO 因為這個真的是 剛剛一直漏掉沒有跟大家講的 就是探律與始作 或者是我們說星課剛好了 他其實還有一個精神是要強調學生的表達能力 那我們對學生的表達能力有多糟呢? 我昨天真的是震撼教育到了 我完全就覺得我是外星人 他們不是不願意表達 完全表達不出來 所以一起為我們的未來努力 因為我們老師想要 就是不管分享、交流、提問 我跟你講 那個什麼體循環、什麼環容 我什麼都不會 你還記得很清楚 老師要不要分享 就是我 就順便問一下玉琳老師的經驗好了 因為 剛剛有提到那個孔恩典範轉移的這個觀念 其實這是我 自己在經驗中最困難的一件事 像你剛剛有提到說 當你聽到這個課程的時候 你感覺有神學的色彩 但他也完全可以用演化論的觀點去看 所以對我來說 不管是神學色彩 神學的觀點 還是演化論的觀點 他就是一種觀點 但是在實作的過程 其實是實驗的過程 很多人會把觀點當作事實來看待 那但是這件事情光要讓學生了解 我就不知道要怎麼從實物面去做操作 所以很多時候會覺得我們做實驗做了半天 我們還是在那個常態科學下面一直在徘徊 就是我們 我們就是直接先相信一件事 相信這個解釋方式 然後在這個解釋方式的下面去看這些實驗的結果 如果你的實驗結果跟我們要的不對 例如說硫酸總是藍色的 那如果你的不是藍色的那就你錯了 那在這種框架下 我覺得去做實作還是在五指三之內在面繞 那所以就覺得說在實作之前其實有很多的細節 或是在就是在探究的過程中 包含剛剛老師講到那個 口語表達也是一個要訓練的東西 可是他又跟實作 以及跟我剛剛講的那個典範 要了解到他是解釋 他只是一個觀點而不是事實 這都是完全不同的能力 那要怎麼在探究與實作裡頭塞入這麼多的 從最簡單的那個電影打火機到最困難的 了解他是觀點而不是事實 那看起來我們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就想到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以前在操作這一些課程的時候 通常都是在只有班的專題研究 有這樣的經驗 然後他人數很少 然後一次可以對兩三個人或是兩三組 那現在是一整個年級 整個像我們學校有二十個班 二十個班每班有四十個人 每一個人都要上這樣的課程 那可以想見的就是 他能上的東西就是非常的少跟淺 我們只能挑一點點東西 一點點能力出來說好 那我們就坐到這裡 就算我們對得起國家社會這樣 好像沒有辦法做到像資優班那樣子 就是我們陪著他弄啊搞啊這樣子 那不知道說現場的老師對於要實施這麼多班 我們最實際的想法是我們大概可以做到哪些事 是有可能的這樣 大概是這兩個問題謝謝 謝謝 我覺得像是在上次研討會的問題延伸 我講那個背景 就上一次他講的那個東西 我在下面第一個問他說 那是這樣的問題 所以他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太好 不好意思 我開玩笑 我開玩笑 第一個問題我其實也很難回答 不過我老實講 我曾經在洪蘭老師的演講當中 針對孔恩這樣的觀點拿來去提他的閱讀 因為他 孔恩老師一直講說 你要閱讀很多啊 你就有辦法去看到很多 就是說因為你的背景就是夠 你知道辦法去把很多東西給出類旁通 應該這樣說 可是我後來就直接跟他講說 那孔恩的東西怎麼辦呢 就是說因為你典範太多了 變成戴了一個眼鏡 所以你看世界的角度就會錯誤了 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那天沒有正面回答我 抱歉我姐還沒有在跟他討論這個事 所以我其實應該這樣說 我提出這個東西的原因是因為 我一才有這樣的觀點是因為 我會實時拿這個東西來提醒我自己 就是說我們不要被典範給守住 其實只這樣而已 我完全沒有說 所以我剛才特別講 信仰 信仰的人不少 可是反國的人其實也很多 我這東西其實只是我 支持我今天要來這個地方講這件事情的 其中一個理由 不過我再跟各位再提醒一遍 就是我不是教育部派來的 Eventualist 所以我不是來 persuade or convince 大家說這個東西 一定要執行或是什麼東西 我立場其實也很坦白 就像我剛剛一開始跟各位講的一樣 我覺得一個政策要推成功 他必須要實際考慮到教育現場問題 如果一直沒有辦法的話 最後的結局我們不能想像 九零一貫一開始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跨的費用 也可以跨的領域 現在結局是什麼 大家其實看得很清楚 不過回到這地方來 就是針對剛剛那個第二個問題 其實我是這樣說 就是 自由班之後我自己教學員也蠻不少 我們事實上那些東西進行 都是一口氣都15個學員一起進行 我一個人知道他們 其實人數也不算是太少 不是大家想像那樣 就是專題也就一組織的東西 那我當然會覺得說 這是為什麼我的 這個後段並不是談自由班的問題 後段我會非常失誤的回來談 難以板克的 其實主要原因是這樣 我個人其實覺得 個人 就是 不是身為一個Evangelist 所以我覺得 我可以談一下我個人的看法是 老師在課堂裡面 願意用這樣的精神來教 我覺得教育部就應該要投降 就是說他會覺得說 其實台灣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如果他這個東西 真的可以非常普及的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回來思考 是說 他到底 是希望大規模讓學員都有這樣的能力 還是說希望能夠看到paperwork 把這東西弄出來 然後有一堆照片像我剛剛一樣 大家看來覺得好開心 但我們有這樣的課程實 可是其實大部分老師都不是這樣教 我相信對於所有現場的老師 真的要你回去做做文比賽 剃照片 太容易了 一個晚上你就可以做半年的長績 搞不好會一年的精神都可以弄出來 因為班教堂跟寫文章對各位來說 我相信經過這幾年的訓練 會有什麼困難 只是說我們實際上 在課堂當中 我們給了多少東西給學生 學習他們給我們最直接回饋 是可以立刻看得出來 不像各位有沒有看到的 林學安最近貼的那一篇聯絡部上面寫的東西 其實我自己有這樣的感受 所以我常常覺得說 這東西不錯 學安給我們的回饋也非常正向 所以他有可能是我們可以思考 但是我覺得還是回到這一點上面 就像我剛剛把這東西拿出來的原因 其實他就是書三送給我 最簡單的事情 就即使別人就是做 有探究精神的國中課程內容 我都覺得是很了不起 是一個很了不起的進步 其實應該要先從這個角度 很實物的去 把這東西慢慢一步一步 從最底層開始做起 讓每個老師開始感受說 這件事情很重要 不是那一些表面框架可以取代 也比方說 告訴你說分成一組一組 大家討論討論上來講兩話 就可以成功 那個完全不是科學內涵 也不是科學課希望達到的目的 這是有探究精神的東西 有更多老師本來身上就具有的專業 只是你們沒有時間發揮出來 大家可能因為被考試進度給壓迫 最後只好用必需教程的 那些講義發給大家 而田一教的第一個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當然是希望能夠更好 所以才會願意在這地方 跟大家分享 不過我其實也沒有回答任何問題 我真的無法回答 我老實講 我只能夠還是繼續樂觀的 假裝自己很快樂的活下去 謝謝 陳文老師 來 請 剛剛有聽到說 這個探究與實作的課程 希望可以跨科 那我直覺想到是跨 也許是跨物理化學生物體可能 那就是除了跨自然科之外 我們有沒有可能 或者說該科 可不可以融入一些人文的部分 那我舉個比較誇張的例子 比如說 科學態度 談障礙力 那這東西放在 它就有實際 那實作適合嗎 還是說那個東西是屬 比如說 校本 遺求選修這樣 你要看你要融到多少 你如果融到的課程 請大到 因為我們知道 在高中現在有所謂的特色招生 雖然它被停辦了 我們學校正好有 那時候我因為 我自己有做一個課程設計 我是做合作案課程 因為我們學校在淡水河做案 所以我就希望 我最早的時候還希望從詩歌 從照片去反思 我們到底對自然做了什麼事情 雖然我們是可能只有幾科老師 後來我把這個課程提到我們學校的時候 第一老師就很有興趣 因為他就教淡水河的水系 然後再來就是歷史老師也有興趣 他說可以教三蘆文化 所以後來我們學校做成的課程 其實是叫做合作案 人文跟自然篇 人文跟自然篇 其實我們都做到了 但是今天我們講到的是 主要是教育部 不定的選修課程 所以我們並不希望把這個東西 去跟自然的 就是社會 社會學科去合在一起 因為那個太複雜化 那你說我今天在教這些課程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教一些人文的省思 或者是社會的議題 可以啊 但是它是屬於融入式的 不是真正去跨課的 那如果你真的要做到說 像我們可能要做校的課程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好 像我有看過 台北有些學校老師他教博文 他教博文 他跟自然領域去做一些合作 教硫磺 就是你知道博文課 有一個就是在講硫磺這件事情 他就真的就全部就去北投那邊 去做實際的探測 那裡有博文老師 有地科老師 有生物老師 他們還結合所謂的科技融入教學 去把他們做的事情 全部都放在他們的科技行動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些融入的東西 可以以學校為單位 但是你如果變成不定選修 它真的會有困難 它真的會有困難 不是所有的老師都有辦法做到 而且說真的 自然科四科下來合作就很艱難 你要跟社會科再去合作 更艱難 因為很多時候不是說 我們願意合作就能合作 這要考量到的東西是很多的 不過我們如果能夠促成 自然領域四科目去能夠跨領域 就已經很厲害了 就很厲害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做的是 像我自己有在做化妝品DIY的 有一次美術老師就來跟我講 想說我可不可以跟你合作 你在高一課等教 你教他們實作 我教他們design 商品design 我覺得那個對學生非常有幫助 所以我很想 你說以後我們來合作一下 我們就做了藝術方面的合作 那我剛剛講到 其實我發現老師也是 非常是屬於那種鬼點子很多的 其實就是你要鬼點子很多 你願意接受別人很多很多給你的刺激 我自己也是鬼點子很多 雖然我沒有像你打火機那麼多 但是我自己是喜歡戲劇的 所以我課堂上上課 我可以用角色扮演學化學 我可以用那個什麼西律人漆版 教活化能 教活化錯誤物 用外語去講這些東西 學生學得超開心的 但我必須講的就是 所有的引起動機碗之後 最後大家要看的是你的output 你有沒有促進學生的學習 除了提升學習興趣之外 你到底增加了什麼東西 那最後一定要來評量 可是我發現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引起動機碗之後的評量 都沒有出現那個成效的問題 所以就會讓人家質疑說 你做了這麼多活動 那你到底學生幫助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回到最後 我自己後來做的所有的教學設計 我都是有看前後策 看學習情意評量 看他的一些想法東西 那個很辛苦 我真的很辛苦 我每次在做的時候 我的研究都是那種 真的要把自己給折磨死那種 但是10年就看到有些pattern出來了 那如果說你一開始就有一些夥伴 你就可以很輕鬆 所以我覺得在人生的過程中 或在你教學中 找到可以跟你一起去做改進的那些夥伴 很重要 那個真的就是你會很快樂 所以自己做得很痛苦 但如果可以合作那真的很棒 就像各位 你們是一個team 那你們有機會多多去想 我今天講A 你想B 那可能就變成一個非常好的課程 可能未來大家都可以去參加交集卓越獎 好 謝謝鍾老師 他已經回答非常好 那我再回到這個計畫的角度 來稍微回答一下 就是我的看法是開放的 就是說你要把張愛玲融入 fine 我自己覺得是很ok 但是就是說 但是你還是要維持住這個所謂探究與實作的精神 那剛剛鍾老師舉了很多的很好的例子 包括科學、人文、藝術、地理、歷史這些的結合、表演 那讓我想到一個就是 這也是我學到的 我覺得這個超酷 但是我的溫泉地質實在太爛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做類似的事情 好 講什麼呢? 講這個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為什麼床前明月光 你看起來是地上霜? 李白只是為了押韻嗎? 我們都知道冰、霜、雪、線啊 什麼拉這一大堆東西 我想這個DK老師比我厲害 它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它在物理性質上 它在化學結構上 它在我們的自然環境上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我認識的這位老師 他就是從李白寫這首詩 他人是在哪一個位置 當時中國歷史上 那個地方的氣候是什麼樣子 然後那個地方地理的特質是什麼什麼 他全部把它挖出來 然後告訴你為什麼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我舉這個例子的目的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把太具於石座這本課 搞成就是李白的作品欣賞或什麼什麼 但是我們把它變成一個媒介 在欣賞一個文學作品的同時 我們還導入了更多的科學觀點 所以這時候你的欣賞是更豐富的 我們可以告訴學生 就是你學習科學並不會減損你的美感體驗 今天我知道星星的能量的來源 並不會因此讓我覺得星空就不美麗 不會啊 可是你在欣賞一個美麗星空的方式 你還知道說 哇 我這個自然界竟然是這樣在運作的 Amazing 你有更多的美感體驗進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我們可以分享給學生的東西 所以站在我的角度 我覺得以目前的狀況 我會覺得其實是可以開放的 就是慢慢再來熟 在一個自由發想的這個階段 然後慢慢的老師一起合作 一起這樣 因為合作也需要謀言對不對 就是好 你不是說剛剛周老師講 我今天很開心我要找一個國文老師 所以我也呼應一下為什麼我在發想如何執行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會希望說究竟老師們可以跨客線組成一個團隊 這樣子你們溝通協調起來其實是相對容易的 雖然這是一個網路的時代 但是我必須說面對面的溝通還是比較有效的 今天不管你在Facebook上 你在網路上你在FORUM什麼什麼 這些都可以 但是其實在我個人經驗上 我覺得他還是比較站在輔助的角色 那玉琳老師 來這輝有幫助 補充 我在台北跟幾個高等老師談完以後 大部分老師擔心了幾個問題 想說 要出來跟大家順便一起討論一下 梁兄 將來這間課要哪個時間實施 只要他不是以學校為單位來加入這個計畫 他的課程要怎麼實施 因為 你說他是跨校 或是說 對 像他們只會有這些是跨校 對 或者他可能不是跨校 可能是一個團隊 但是他們需要如果開出來的時間 鋼毀也能辦法配合 假如說我們真的要執行的時候 老師沒有熱誠 然後回去萬一遇到行政上面困難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 SERVO這件事情 可能有老師會可能擔心這些事情 因為他們已經迫不及待要開始自衛 各位自衛 禮拜四下午應該是空的吧 沒有 台北市是禮拜二下午 對 其他全部都是禮拜四下午 對啊 可是 我也遇到 就像我們 中大力中 禮拜四下午因為是空的 所以就排了選秀 對 所以其實各校的狀況真的都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其實傾向於就是想盡辦法解決 就這樣 你能來盡量的來 不能來的話 我們也會把這些東西都ready 老師另外其實這個問題 背後本質這樣問的是 他們在學校裡面萬一 比如說你們沒有課程 或是沒有對象實施怎麼辦 就是 您是說在107正式上錄之前 他根本沒有辦法去測試 對 或是領域裡面沒有辦法完全 就這樣配合 這就怎麼樣 我很快的想到的一個答案是 就是就不要配合 你先從 你自己可以開發這些課程著手 那你可以從 把它切比較小片去偷偷的買到你的課程 可是你不是這樣子很大一個學期的這樣 就真的去執勤他 我不知道 你知道有沒有辦法解掉老師們的現況 因為 行政真的是一個辛苦的點 我們這邊可以做得到 比如說你們覺得教育部的公文有用 比如說你們覺得從總計畫辦公室 發一些什麼鬼東西有用的話 就盡量給我們解 但是回到剛剛那個 如何去實施這個課程 那不是每個學校都有條件 我的建議是 你的熱情是可以不不需要消滅的 你還是可以去開發 就是發展你自己的課程 然後跟著你的團隊有一套東西出來 來德文老師請說 我提供一下就是 我們學校那個 目前正在進行的 就是時間上的問題 那會有課程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不用喊暑假 營隊 那可能四個小時一個早上 或一個上午一個下午 就不亂我們設計出來的教案 然後再回饋 然後再修這樣子 我再補充說明一下 其實這該談的部分是針對多元選求 我們以前開發的課程 那因為探究與實做 那我們目前我們自己學校那一步在思考就是 我們是以議題式的方式 所以我們就是說我們就丟出一個問題 就是全球暖化到底是一個假議題嗎? 那我們就要進行探究與實做 那這個其實是異於多次 因為我們的高端計畫就是在做這個 只剩我們把它轉型成探究與實做 那我目前在run課程的時間 那除了剛才講的 寒暑假的那個 就半營隊的方式 讓學生自由報名來參加 那老師的終點費就是由那個 那個優質化來支付 那另外一個時間是 就是我們先用特殊班 就是科學班跟數字班的學生 然後他們的專題時間 抽個一覽車的時間來run一下這樣 那這是我們需要目前的現況 好 我們大家有看到今天來參加這個meeting的好處了嗎? 是不同的學校 要不要利用時間 不要說把幾個老師讓他們 可以立刻就就地組成團隊的話 對 對 有嗎?有要媒合的 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已有的那個團隊 比如說缺 隨便講生物老師 或缺什麼地科老師 我們還要再自我介紹一遍嗎? 我這樣講好了 我這樣講好了 來 在座 為老師不要舉手 壞學老師不要舉手 原本都大眾 地科老師舉手 地科老師 三位地科老師 謝謝 生物老師請舉手 也是三位 四位 四位 最好 反正 四位 三位 大家要不要看一下 那個 怎麼樣 才一堆的 不過玉琳我剛剛說了 你不喊三位 他們就沒有辦法開始非正式溝通管道 謝謝 謝謝 還有沒有什麼漏 我自己想講 就是其實還是那樣 我想 大家聽完我演講 覺得 事實上我是非常實務的 我並不覺得 我們要打起高空 當然 朱老師那樣講 讓我覺得非常開心 我剛剛問那個問題 其實就是希望朱老師 能夠 就用這樣的講座來思考 就是假設我真的 沒辦法執行的時候 在課程裡面執行 事實上 他本身具有 但就與實作的精神 很有可能對學生 就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就是這樣對學生來講 就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了 就是我們不要用高標準 去拉他這件事情 說出來不怕大家笑 我真的 我就 我有一點點理想性過高 那我會有一個夢想 那一個夢想是就是 像剛剛講的你說 其實量變就有辦法造成質變 你們 老師們你們可能會覺得說 我一個人我能做什麼 我這麼努力 然後我又一直被打壓 然後學校也不支持我 然後同事又笑我 我能做什麼 我真的能夠改變台灣的教育現況嗎? 我想跟大家講的就是 你不是一個人 你可能現在在local看你是一個人 可是全台灣可能有好多 像你一樣的人 我能做的事情是 把這些點想辦法連起來 讓你們彼此是認識的 然後你們一定要相信 有一天真的這個量大到一個程度 就會產生質量 Come on! Internet就是這樣嗎? 對不對? 所以誰會想到當初你知道 只是做一個高能的計算 然後就 網路時代就來了 沒有人會想到是這樣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一個 2015到2020 然後我們統計出來 全球統計出來 就是我們需求人才的這個 Top 10的能力 第一名都是問題解決能力 但是前面加了一個關鍵字叫做複雜 complex problem solving 所以他講的事情是這樣 問題解決能力已經不夠了 你要解決的是複雜問題 複雜問題絕對都是跨科的 都是跨領域的 所以有沒有人文會進來 有沒有社會會進來 有沒有政治有沒有經濟會進來 其實都會 但偷偷講一下 從這個課剛剛你就知道 我們自然科領域的老師 原則上都比較open-minded 我們心胸都是很開放 我們沒有非常強烈的那個 這個叫什麼 學科本會主義 有這個摘好名詞喔 我的媽呀 就是不管學科本會主義 或者是意識形態 或者是堅持的點 我們都沒有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實數 就一直被砍砍成12 啊啦 whatever 12就12吧 我們就真的太好講話了 但是我覺得再一個 就是大家都是學自然科學的 這個團隊裡頭 就是我覺得 大家合作起來是 非常有機會 是可以很愉快的 因為我們沒有這麼固執 我們沒有相信科學ONE 接下來我們就宣布 那個今天的工作方案就到這邊 然後那個老師們 如果您這邊有私下什麼問題 要問我或者是你們要媒合 或者要討論的話 歡迎繼續使用這個場地 謝謝今天來 謝謝大家今天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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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